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這段經營對我們某一些人來講 你們還蠻熟悉的 我不曉得打水的畫面 你們想到什麼 想到你很早期的生活的時候 要拿著打水的工具 然後去到有幾個地方打水 打水對我們家來講 有一段時間還蠻有意義的 就是我那時候去整學院念書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住在復讀宿舍 要去打水那邊 大概男生比較多 或是國際學生比較多 我可能不方便去 我就叫我小孩子說 你去打水 我們就真的乖乖的去 所以打水這個 字眼對我們來講 有一些共同的系統 讓我們知道說水是必備的 可是真的可以像我們家 這麼方便的自來水開了就有的 很少的 特別是越弱或越貧窮的國家 他們需要的水可能是非常的少的 但是缺水 缺水可能會帶來疾病 帶來貧窮的物理物 那麼上週的時候 上週的時候 問你談其實剛好在介紹一段書 就是 文嘉恩的爸爸寫的一段書 然後我們就聯想到 因為他們曾經在那邊做的很美的事情 就是早起掛水 那跟這段經歷 好像就有一點特別 特別是剛才我們到 後面我們那個 明瞳公平 特別是剛才 有一段話 有講到說 能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 我所賜的水 剛才它裡面成為水源 只湧到水 那我們覺得 咦 這句話好像我很清楚 可是又好像有一點不是很準 這個是剛才我們在念經節的時候 咦 是不是那個系統 OK 特別是我們在念經節的 這個前面的背景是怎麼樣 把法利賽人 看見主 收了很多的蠻圖 那耶穌要到那個 從猶大要往加利利區 可能上次這個要說系統不一樣 我們可以猜到的是什麼 誒 猶大 他要從猶大要到加利利 紫色的那裡 那中間會經過薩瑪利亞城 那很很奇怪 在這個地方 原本我們談到的是 他是要打水 這個薩瑪利亞也是要打水 變成跟那個藥水喝了耶穌來藥水 蠻特別的事情 我們來看看是怎麼樣的一回事 我們剛才講了說猶大 他要從猶大上到加利利那邊 那我們知道 大家可能都知道 以色列王國之後 猶大 對 有人講了 猶大跟薩瑪利亞 他們是不相互 為什麼不相互來 他們覺得那個北京的薩瑪利亞人 什麼樣子 血統不純正 願意已經跟外邦的人通婚了 跟這血統是沒有我們遊蕩 堅守信仰 所以他們互不相互來 不相互來結果之下 他們要求加利利 必須要怎麼做 一般他們可能就從 這約大尾這邊 然後呢 上到 這那裡的猶大 可是呢 今天這個經節提到的是怎樣 提到的是 約書很特別 居然沒有像一般的人 就從這樣子 虛線這樣繞繞到這那一塊 就直接進到這個薩瑪利亞人 進區然後再走到加利利亞人 很特別 我們可以說這個耶穌怎麼樣子 住室實在是體重不同 而且很大 沒有辦法去測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的耶穌 但是我們從這一個 這一段經文 或是我們剛才這樣介紹 我們是不是可以來早晨 一起來學習 這一段經文 我們從耶穌的身上 他給我們有什麼樣子的學習 或者是有什麼樣子的感動 我們可以首先來看到 前面講的 前面一到六節有講說 他必須經過薩瑪利亞 可是他並沒有按照一般人的 傳統的路線走路 走路 我們來看到 他的必須經過薩瑪利亞 帶出什麼樣子的行動的榜樣出來 我們可以從 他從 直接進到那個進區 我們看到什麼 看到的是 他刻意的什麼樣子 放逼身端 我們可以怎麼說 他如果有能力的話 他可以直接用他的方式 就過 去到那個 加利利的地方 但是怎麼樣子 他卻是怎麼樣子 他卻是 違反大家 你想想他走那個進區的話 是不是受大家的討厭 別人可能是非常不喜歡他 但是他就這樣子的 放逼的身段來經過 為了為什麼 因為我剛才有講 那個地方是沒有人喜歡的 但是葉書用行動 來告訴當時後的人 打破那個階級的意識 我們來怎麼講 那個拉比 拉比 耶穌當時後也算是一個教導的人 但是我們不把規則拉拉比 那說拉比他們是不跟婦人教導的 但是耶穌不只跟婦人教導 打破那個階級他還怎麼樣子 他還跟一個有罪的人 有罪的人講話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耶穌一直用這個方式 來去傳達說 欸 這樣子的恩典 這樣子的救恩 是怎麼樣子的 趨近於我的心 我們也可以用這個 他必須要經過薩瑪利亞 這個行動的榜樣看見什麼 欸 他特意不能夠說繞遠路 他特意繞路 我們剛才從那個地地圖看到 他不走一般的路線 他走了他自己想要走的路線 而且怎麼樣子 你覺得他是為一群人做嗎 沒有 他就單單為一個人做 而且是為誰做 為那個有罪的 為那個受親事的 如果我們有帶聖經的話 我們看後面的下半段的新聞 就知道那個父母 大概是怎麼樣子的背景 有五個先生 那是那 耶穌還跟他講說 欸 現在這個並不是 所以可見 你知道他在那個文化裡面 他是多麼受親事 可是耶穌特意為他 不是為一群人喔 是為他這麼做 給一個生活非常混沌的人 怎麼樣子 有一個轉息在當中 我們也可以說什麼 耶穌這樣子的行動 帶出什麼樣子 他為使命做的 他可以不用為一個人做 不用為一群人做 但是怎麼樣子 他因為有一個 某一些的想法 某一些特定的目標 特定的實驗 他去這麼做 我們從這一段 耶穌這樣繞的這個過程 他必須經過薩瑪利亞 他用行動塑造的法樣 什麼樣的法樣 我們剛才在文獎導裡面 之前我們看到第六節他怎麼樣 他走入什麼 走入貧乏 欸 你想 當你很累的時候 他有講到說時間點 那時間點的算法 有人是算 有人用猶太人的方式算 是正 那有人用羅馬 羅馬人的方式算是下路 班後 不用不用走 不管是哪一個時間點 當你走入很頻繁 這兩個時間點 都是非常累的時候 但是耶穌還是這麼做 還是願意刻意去走這樣的路 我們可以說 他雖然已經沒有已經乾掉了 但是他願意給 耶穌帶出這樣的行動出來 同時怎麼樣子 我們可以講說那個地方 你去走那樣子的路線的話 其實帶著是什麼 帶著是周圍人的不諒解 但是耶穌用默默的 用行動來打過什麼 打過他們不諒解裡面 隱藏的一種驕傲 或者是一種偏見的方式 同時我們也在這裡看見 他不講他是誰 什麼樣的身分 但是我們可以在這邊看見 他一個包容性在這裡 我們想想我們自己走入兵法的時候 我們可能有很多的人性就像 但是他用行動去走這樣子的一段路 去塑造我們剛才所做的這一些打量出來 我們來看到經文的 他這樣子的打量讓我們可以去了解什麼 世伯來出說的 世伯來出二章十七到十八節說的 其實我們所受的 我們所走的 有時候我們覺得很痛苦很難過 但是耶穌他都怎麼樣子 他說 曾經有這樣子的經歷 有這樣感受到 你不覺得說他在很累很餓的時候 那個反應跟我們也是會有一樣的反應 但是呢 他卻在這當中去塑造法樣 帶出不一樣的回應出來 所以我們用這一段話 信回來出的二章十七到十八節 互相勉勉勉 他為試探而受就能夠打救被試探的人 不是嗎 我們也可以說什麼 我們也可以說這個撒瑪 我們剛才看到耶穌帶出的 經過那個必須經過撒瑪利亞的地區 所帶出來的行動的塑造的榜樣 我們來看撒瑪利亞人 撒瑪利亞婦人他的反應 他的反應是如何 他是這樣子 一個比較沒有人發現的時間去打水 那他打的水是怎麼樣子 他打的水 他知道說 這個時候比較沒有人看到 但是他遇到了這個不一樣的耶穌 他問了 他問說 這個井 是我們家傳統歷來所擁有的 他會口渴 我們講說 我們的生命需要數來滋怒 他依靠的是 那個人工找出來的井 是那個他們列祖 後面剛才我們有説到 他們列祖傳統的井在這當中 他去取得水是怎麼樣子 是需要努力的 但是卻是短暫還會再渴的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什麼 是這樣子的方式 好像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生活一樣 有時候我們是積極應取去追求 各式各樣的計畫 各式各樣的想法 就好像是那個 打水的一樣 需要水來滋養我們 但是我們可以講說 欸 穿套 你這樣說 好像我們每天計畫追追求 有好的學校 考上好的學校 一定要考上 一定要有好的工作 好的工作之後呢 好的對象 然後好的兒 就這樣循環循環 我們這樣子 你這樣子講 好像對你這個 或是 好像我們很不屬靈 或是這樣子 是 在我們的計畫追求裡面 我們各式各樣的層面 你有沒有讓主來去介入 我的 所有的計畫 我的追求 我的渴慕是什麼 有沒有跟這個主來做 連結 有沒有透過主 來在我的生命當中 做改變 有沒有透過祂來幫助我 讓祂的什麼 讓祂的國 祂的義 還有祂的公布 在我的生命當中 我們不是說 我們不去追求 不去積極刻意 營造 國外面好的學校 哇 這樣好像 傳到 這樣好像呢 我好像 就像那個薩瑪利亞人的方式 靠我自己的方式去追 去追求 不是 而是 你知道裡面好的學校 好的工作 由祖來參與來介入 你知道要怎麼樣子 來為祖做見證 來為祖有影響力出來 同樣的 在家庭當中 也是因為有祖的介入 你成為不一樣的 家庭的管理員 在你的社區 在你的生活所 在現場去榮耀上帝 我們有沒有去想說 我每一個追求 我都 我每一個計畫 都要組你來參與我的計畫 我的追求 這邊我們有提到說 婦人啊 婦人說 先生啊 沒有打水的器具 井又深 從哪裡得到活水 我們的祖宗 雅各將這個井留給我們 他自己跟他的兒子 兒子還有牲畜 也都喝這酒裡的水 我們剛才講的 撒瑪利亞的婦人 他用傳統的 用人工的方式 就好像我們自己 自己一樣 靠著我們自己的努力 來爭的一些東西 一些我們覺得可以的 我們覺得好的東西 但是撒瑪利亞的婦人 這裡還講到 難道你的井 比他還大嗎 我們想到說 這句話可以讓我們 再想一想的是什麼 想一想說 這個難道你的井 比他還大嗎 我們想到說 這雅各的井 撒瑪利亞婦人 所打損的井 我們想到說 除了有這樣子的 我們剛才講的 用自己的方式 去求取之外 我們想到說 這個井 對我們來講有什麼 當撒瑪利亞婦人 在講這樣一段話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可以發現 其實他有一點點的 以這個井 作為他的榮耀 我的祖宗 我的列祖 素來都是靠這一口井 作為我們的生活 就好像一樣 我們有可能 我們有一些恩賜 有一些才能 或者是我家裡 有什麼樣什麼樣的背景 我有沒有依靠在這個 列祖所承襲給我的 恩典當中 不小心以他為榮耀 在這個當中 這個榮耀成為我的生活 有可能我的誇口 會成為上帝阻礙我的方式 我的誇口 我的成就 我的榮耀 會成為上帝阻礙我 更多更多欺負他 更多更多 領受他祝福的方式 我們可以在今天的這段 經文當中 我們自己相互來學習 相互來思考 從耶穌的榜樣 跟薩瑪利亞婦人的反應 我們可以細細的去體會 細細的去形成 當我們講到說 這一段經文是在四章 當我們講到說 前面的二十二章 大家都很熟悉的 迦南的婚宴 迦南的婚宴是由水變成酒 但是在這一段經文當中是什麼 這段經文裡面是 那個接受應許的水的人 他要成為永生 他要裡面有泉源 是有永生 有一個滋養 不斷的被滋養的生命在這裡面 甚至我們可以到說 他後面第七章 那裡也有講到說什麼 當你接受活水的時候 一個聖靈的全員來充滿你 我們可以從這一段經文來談到的是 如果喝我這個所四的水就永遠不可 要成為這個全員直到有真 前面的是井井有可能是怎麼樣 井有可能是一 就是井是一灘的死水 或者是會隨著結起變化 井裡面的水多井裡面的水少 但是在後面他有在說井嗎 沒有 他變成是一個全員 當你與主連結的時候 不再是個井 是一個全員 這個全員是怎麼樣 這個全員是屬上帝的 或是像薩瑪利亞婦人這樣子 他必須依靠他自己的方式 就是人工的傳統的來生活 這個全員是怎麼樣 這個全員是超越一切的 你想想一個婦人這樣子去打水 而且是要在沒有人看見的時候 打水 他所做到的一切的限制有多少 我們可以說怎麼樣 當你與主連結的時候 這個井不是井 這個井是全員的時候 他是超越一切的 是你什麼時候要有就有 超越一切的功力 我們也可以說 這個井變成全員是什麼 是豐盛的 豐滿豐富的 我們常常 透過這一段的經文 我們再一次的去想 有時候我們常常追求 他做各式各樣的宴席 各式各樣美好的景況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定的 受命 在主裡面 我們常常怎麼樣 用我們有限的存在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有限的 你不要覺得 哇我是OK的 我是厲害的 當你到深山裡面 當你爬山不行的時候 或者是到深山裡面 仰望那個 大自然的時候 你會知道 我們自己是渺小的 自己是不足的 但是我們常常怎麼樣 我們常常用我們有限的存在 去追求那個 無限的 滿足的 滿足的 去追求那種 我們常常用我們有限的人 這也要 那也要 我記得這一週馬上有一點 很不曉得在哪一個類 看到了 他說 當我們想要的越多的時候 我們能夠丟掉的東西 就越小 當我想要更多的時候 我這也想要 特別是我們 媽媽 家庭管理者 他們都知道 這也不能丟 那也不能丟的時候 你的整個空間就阻塞 有可能豪宅就變豪宅 對 豪宅就變豪宅 當我們 這也不行 那也不行的時候 很多東西就被阻塞住 我們常常怎麼樣子 常常用我們自己 很有限的生命 想要去追求那種 各式各樣的東西 來滿足我們 每一個人追求的不一樣 你不要以為說 逛街 就是他 比較怎麼樣子 有可能我們是用 其他的方式來呈現出來 我們有講到說什麼 講到那個 這個 所羅門王在傳道書 二章那邊講的 他 二章的四節 資道八節那邊有講到 他用什麼 他有講到說 他蓋城宮 他蓋 那 宮殿 又遭葡桃園 又養了 妃女 又有兵妃眾多 是 耶路撒冷城 前所未有的繁華 但是怎麼樣子 但是這一切 在現在看起來 又是過往與預言 所以我們可以用 這一段經文來勉勵 人路撰得全世界 陪上自己的生命 又有什麼益出呢 但是 我們也可以用這一段經文 除了互相勉勵 我們也來反思一點 就是 當我們願意用生命 去跟隨主的時候 上帝給我們的 風步是無限的 當我們願意用生命 去跟隨祂的時候 祂給我的 是願超過我所求所想的 這一段經文 我們可以慢慢細細的體會 當你願意用生命 去付上代價的時候 上帝為你 預備的 為你供應的 超過你的所求所想 我們可以互相 從這一段經文來 相互勉勉 相互的思考 我們說 當這個薩瑪利亞婦人 她領受到 上帝活水的愛的時候 她不再一樣 她是可以成為分享的 當然就像 我們也一樣 當我們願意去領受那個 活水的愛去供應 我們不再是 我們不是說 當我們信主之後 我們要屬於 我們不再做什麼樣的事 我們不是的 是當你有 跟主連結的時候 你要去不斷的去經歷到 主是多麼信實的 帶領你 帶領我 帶領我 帶領我們每一個人 甚至是怎麼樣子 甚至是 像耶穌一樣 可以分享 可以供應 你可以看有的人 他明明看起來沒有什麼 但是他願意 用上帝的話 來餵養我們 或者是他看起來 可能是 我們不要說 他很足 他不足 但是 起碼 我知道他一定與我 不好過 但是呢 他卻願意去分享 去供應他周圍的人 我們剛才有提到的 我們剛才在一開始 用打水這個名字 打水這個詞 我們也提到 蓮佳恩 他那時候在替代你的時候 去布吉納卡座的地方 那是一個非常殘疾的地方 但現在 十五年 過兒過去了 有優比較好 但是呢 還是一樣 有一些花魯跟我們想像當中 非常熱鬧的 的髒話是不一樣的 這可能是他們最熱鬧的地方 那我們也講到說 十五年前 有個小孩子 根本就沒有辦法上學 生命健康 受到威脅 但是當他十五年後 他在 他現在是 他雖然替代衣服完之後 但是他還是忍不住 所以現在已經成為 在 北州的 衛生署在那邊的 一個醫療專員 那也是挪威的那個 醫療的 派署在那邊的 辦醫療的辦事處 十五年後 當初的筆疾之地 需要去打水 扭水 我們如果知道 他的消息的話 知道他有為那邊的人 招一個警 雖然現在還是一樣是 雖然現在還是一樣是 歡呼的 這是他們很熱鬧 最熱鬧的地方 跟我們的市區差不多 雖然還是歡呼的 但是十五年 過去之後 我想他跟這一些人 都一樣是 領受 上帝佛水的人 透過藝術基督 打破一切的 我們自主的想法 成為一個 無邊際那個追求 那個 那個無邊際的效應 出來的一個 供應者 或者是 你不要以為 你不要認為說 他們是承受資源的人 有一天 或者是此時此刻 他們也成為一個 無限 無邊際的 上帝的氣餅的 供應者 這是我的女后 可以說 在神裡面 在人裡面 很多事情 我們沒有辦法做 這撒瑪利亞 不能絕境 耶穌如果不是 耶穌的話 他願意走那一段路嗎 他已經貧乏 已經身體 不 身體 不知了 已經很受不了 但是 就像那個 英國的那個 文學家 C.S. Lewis 講的 因為 父神的愛 是我們的 領受 是我們 當我們領受的時候 我們是一無所缺的 而且可以 帶出 那個愛的影響力出來 你想 聖馬利亞人 生活多困苦 一個走路 平凡的人 願意這麼做 而且還繞了 遠路 不就是因為 父神的愛 來幫助我們 來告訴我們 知道我們 需要怎樣的 回憶 回憶 我們可以說 這個活水的泉源 是怎麼樣子 他不只是滋養我 有可能我們會說 哎呀 我沒有像 撒瑪利亞婦人 這樣子 積積 迎娶 我持守在我的信仰裡面 但是 溫樂讓我的信仰裡面 不要像那個 雅各的景一樣 活在光榮裡面 而是用上帝的活水 不斷不斷的滋養我 不斷不斷的更新我 做那個 他在我們每一個人生命當中 美好的工作 美好的生命 美好的計畫裡面 我們用這一段經營成為 我們今天找成 也是我們這一週 在主裡面 每天行出他美好職業的 行動出來 我們一起來禱告 主我們向你獻上感恩 主謝謝你 謝謝你用活水供應我們 滋養我們 主我們也向你說 謝謝你 因為我們的生命跟你連結 我們的生命 不是一灘絲水 也不只是緊 是受著環境的變化 是受著氣候的變化 而豐盛而不足 我們知道 我們受你的供應 我們真切的在你裡面 明白你 引導我們 引導我們每一天 每一季 每一年 主你幫助我們 謝謝你 因為你的引導 使我們的生命 每一個人不斷的 活出那個 滿意的活水出來 主 我們也在今天的早晨 向你恳求 主 你打開我們的眼 打開我們的眼 幫助我們 讓我們知道 你在我們每一個人裡面 做那個更新變化的工作 讓我們勇敢的跟隨你 主 謝謝你 我知道你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 有那個美好的計畫 美好的命定在你裡面 主 我們在這裡 你來使用我們 更新我們 改變我們 謝謝主 我們這樣禱告 是奉主耶穌的聖明感恩 感恩 我們總之